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們回到第四集了 第一件事想問是陳志愿博士 這個世界會不會有東西阻礙地球轉的? 糟了 我第一件事我心寒一寒 是不是我呢? 你沒有這樣的能力 你不要自己這樣 你不要小看 其實現在人類證實到一個人就未必可以 但是整個人類整體的確是改變到 人類的活動是有能力改變到地球的轉動快慢 不要說一定是阻礙它轉 會不會你令它轉快了轉慢了 干擾到地球轉呢 是有能力做到的 我想問一個很幼稚的問題 人越多是不是地球轉得越慢呢? 人越多照計 還要這樣說的 人越多之餘 還要是那些人 還要像香港人一樣 個個就住到去 起碼住到那些三十幾四十樓這樣 就是上班 放工全部大家住到有這麼高 得這麼高 就是你如果越來越多的質量呢 是突然之間分布了在地球更加外圍的位置 或者反過來 是突然之間大家一起捐到地底十八層那裡去住 令到整個地球上面的質量呢 有一個顯著的分布上的改變的話呢 那的而且確呢 是會令到地球的轉速呢 又快又慢 那譬如說 如果你說全世界的人 大家一起搭電梯上去三十幾四十樓 OK 全部一個人都不在地面全部上去 那就令到更加多的物質是分布了在比較外圍了 那如果這個情況 地球是應該要轉慢了的 但是如果反過來 大家一起去地洞那裡 全部人都下去的話呢 那更加多的物質分布呢 落了去地底裡面的時候呢 就照計就好像整個地球搭配了多一點 於是乎是應該會轉快了的 那這個就是純粹那個物理上的考量 但是在這裡很簡單說明了一件事 就是說呢 那個地球上面的物質分布呢 就決定了它會是轉快和慢的 我們舉個例子 譬如你劉冰也是一樣的 你當選手他兩個手的時候 它要轉越快的時候 它就縮起來了 縮起來了 是的 甚至把兩個手舉高 跟著就盡量把它貼近自己的自轉軸 那就快了 越來越快了 但是地球的自轉的速度有沒有曾經改變過呢? 這要分開兩件事 其實這次也是有兩件都挺有趣的科學新聞 跟大家說的 我先前就說到人是不是會改變到地球轉 是不是? 其實現在我們似乎有一個足夠的證據 這個證據就是因為效應太微小了 你怎麼能夠篩選到它 是知道它是對的呢 那一刻是很困難的 那這件事 相信它是做了一些叫做無形的手段來去嘗試去模擬一下 那它其實說的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人類的生活活動 是越來越採集得多地下水的資源 那這個你也知道 越來越是內陸城市 如果它是城市化起來 如果它是沒有足夠的河流來提供的水源 沒有足夠的雨量來提供的水源的時候呢 很多時候它的手段是要掃之於這個地下水的 那譬如你說的好像那些叫做絲綢之路 西域那些這樣的地帶 很多時候的降雨量高的 但是為什麼它會有些地方依然有六周呢? 其實那個原因就是說它會有些原來是有地下水 甚至乎是地下河 於是乎就是有那些地下水源豐富的地方就會引辱到一些古物名出來 那你如果說一些已經消失了的流蘭國這些這樣的東西呢 其實你會發覺就是它那個盛須是直接跟它的水源多寡是有關的 那我們的人類就是說一路去隨著文明去發展 那我們尤其是很多內陸的文明是大量依賴地下水源的時候呢 那會出現一些情況是會過量的開採地下水 那可能你會聽過一些情況是突然之間有一些的城市出現大規模的地陷 出現了很多的洞 為什麼會這樣呢? 那原來就是跟它的地下水資源被抽取有關的樣子 有些可能是很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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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說在那裡抽地下水 抽礦泉水出來賣 抽得多呢 原來就令到那個地帶就已經是不停地有凹陷了 那很簡單就是說 其實這些這樣的將那個地下水資源去調配去抽取的過程裡面呢 其實就是等於將地球自己本身的那個物質分佈是改變了的 那其實你如果說人 人大部分是用水構成的 你將人從地上搬到40樓 和你將水從地上搬到40樓 你對於那個地球的轉動的改變 其實效應不是差很遠的 那這個就是因為我們本身是大部分是由水所造成所次的 那好了 我們就看到我們人類發展的過程既會將那些石頭搬上搬落 我們會將那些樓起高 我們會將那些水是會調高 又將它放回下來 那我們其實就發覺呢 在地下裡面抽的水出來抽得多的時候呢 就足以那個效應是足以令到那個地球的轉動是有一個看到的一個改變 那你就可以遇到的就是說 你當越多東西抽到它的外圍的時候 就令到它更加多物質分佈在外面 如果你是有些東西沉回到下面 而那些的物質是比不到水的物質更高的話 那就是你會看到那個靜的效應就是會更加多的物質分佈在外面 那當然了 整個那個物質分佈 我們人類文明活動 造成出來那個地球上的物質分佈 其實是一個同態來的 我們將那些水崩了上去 水又會向低流流下來 那我們其實就很有趣了 我們看到整個 就是我們從那個電腦模擬看到 整個人類的活動呢 其實是可以令到我們的地球轉動 是看到一個影響在那裡 那如果你說再講一個遠一點的例子呢 其實你就算說我們建水壩 建水力發電廠 其實當年就算你看中國大陸最出名的那個三峽大壩 也都是令到那個地球的轉動是可以在我們的精確度上 甚至乎我們知道它會加大了那個誘發地震的可能性 但是究竟那個地震會不會帶來一個更加大的風險呢 以我們的估算來說應該不是這樣而已 那在這裡就講了這個部分就是說人類 人類文明活動原來對地球有影響了 但是呢 其實呢 這裡又要提一件事 其實我們的地球呢 如果就算沒有人類也好呢 照計是應該會越轉越慢 但是台長譬如說 你會不會想到一個很直接的原因 為什麼我們的地球要是越轉越慢呢 他如果越轉越慢的意思就是說 他在那個外圍上面應該加了多些東西在那裡 那也就是說 它就這樣講了 任何在轉的東西 你如果有東西阻礙著它呢 就自動都會越轉越慢的了 剛才就講了物質分佈的改變會令它改變快了慢了 但是你如果就算沒有了那些效應呢 你只是一件在轉的東西 如果你有一個阻力在這裡出現的話呢 它照計是會越轉越慢的 那個阻力是應該會不會來自生命的出現呢 生命的效應可能會有 但是應該很小 但是其實如果就算世界上沒有生命的話呢 你發覺只是看那個自然生態 看那個地質 看那個水 其實就是說看那個海洋和陸地的相互作用 你已經知道就是說 它要是越轉越慢的了 因為有水阻礙著那個地球轉 就是說你說如果世界上最能夠有效阻礙著地球轉的那樣東西呢 其實是那個海洋 那個海洋 你不要再想成是水先 其實它都是有一點點黏滯的嘛 水都會有時候 就是說你倒進杯裡也會黏著那個杯子 它跟那個杯子也有一些自然的吸引 那它就好像一個很稀的麻辣湯那樣 漲著這個轉的地球 或者這個地球其實都想帶著它轉 但是其實就是會有一個阻力在那裡的 你就算游水你也感受到水的阻力 那所以整個地球它浸在整個水球 整個海洋裡面轉的時候是會感受到阻力的 那所以那個水本身 加上那個潮池效應 有個月亮和有個太陽在這裡令它有時候這個位置漲一些 有時候那個位置漲一些 水一路走位 其實就一路也都是令到一些會改變形狀的水去浸著這個地球 它就會令到地球轉慢了 那好了 其實我們是有一個很好的證據 知道以前的地球是轉快一些的 以前的月亮是近我們多一些 大一些 現在的月亮就會是比以前小一些 離我們遠一些 然後地球又會轉慢一些 再說多一些的就是說 出現日還食的機率是會大於以前 因為如果月亮近一些的時候 月亮看起來大一些 日食看起來的時候 就更加容易那個月亮遮得太陽 就日傳食 但是如果月亮是越來越遠的時候 就越來越大機會剛剛遮不完 遮不到太陽就會出現日還食 這個就不難理解 但是你說為什麼月亮會越來越遠呢 我就會說這個基本上就是因為太陽在那裡作怪 太陽越來越有能力將這個地球和月亮這個系統去拆散 那什麼的過程令他們越來越損失的能量 越來越容易被拆散 那就是他們的潮值效應 其中一個原因 那這裡就講遠了一點 其實最終都是想講一個原因就是 地球這個系統剛剛形成的時候 剛剛有海洋的時候 其實地球是轉快一點的 一天是絕對少於24小時 最初的時候可能一天是十幾個小時 後來越來越慢 越來越慢 說經歷了這個40億年的時候 到今時今日我們就一天轉24小時 那你說40億年後會怎樣呢 那應該就一定是再長一點 那會可能一天去到二十八九個小時 那是不是那些時間更適合 即是多些用 就夠用了 就夠用了 就會用了 一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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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四個小時就夠用了 就快就可以了 不過你要等多三四十億年後啦 不是很久而已 那我們知道這個效應是來自地球受到水的阻力 水的潮汐和它的阻力 阻止越來越慢 而且這件事情是可以在地質上 留下一些證據給我們看到的 就是這裡很有趣的 我們沒有一個小時的 我們沒有一個小時知道以前是幾快幾慢的 但是這裡就要很多謝一班研究地質的人員 他們就有能力去找一個方法來定到那個地球曾經轉得多快 那他說的方法呢 其實都可以 我可以盡力嘗試解釋給大家聽 你每天的朝直是帶來那個海藏或者河藏 一些泥沙流動的改變 那如果那個不是一個汪洋大海 或者是一些可能只不過是那個水流是非常溫和的地方 他感受到那個潮漲的潮退是相對比較溫和的 於是乎潮漲的時候有一陣泥沙向海那邊衝走了 潮漲的時候有一陣泥沙從海那裡蓋過來 這樣周而復始蓋著蓋著 其實你會發覺 在那個連續的朝直變化裡 你就可以有很多次的朝直印記一陣陣地沉積了起來 那麼他們就說 由這些海的沉積物那裡 你能夠找回每日是每次朝直流下來的印記 而你也都很清楚就是說 那些這樣的朝直的漲退多寡 是也都令到你那個泥沙沉積的程度多寡是有分別的 那麼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回 究竟多久 現在我們知道 就是每12個多鐘就一次的潮漲退變化 但是如果以前的地球是轉快一點的時候 照計就是12個多鐘頭就一次的潮漲變化了 就是都是短一點的時候就有一次的潮漲變化了 於是乎你的月亮已經是完成了圍繞地球的 所謂一個月裡面你數有多少次的潮漲呢 你的地球轉得快一點和你的地球轉得慢一點 最後算出來的次數是有不同的 就是這裡再用第二個方法解釋就是說 如果那一個月裡面 你是出現的潮漲變化次數是多的話 就代表著你每一日 每一個潮漲周期相隔的時間比較短 你也可以預期就是說 那個地球的每一個遲轉日的周期都是比較短 你甚至乎由那些這樣的分層那裡你可以計算出來 其實是每一日是對應19個小時還是20個小時 所以我覺得如果不靠這個方法 還可以靠什麼方法呢 我暫時想不到 但是由這個地層去斷定每一日的周期的方法 你就需要找到一種很適合的一種沉積岩層來幫你找回這個結果 而且最好就是在一個不同的地方的沉積岩層 差不多年份的 你都找得到 就是這麼長時間 原來對應一日就是那十八九個小時 多一個樣本去印證 那我就更加願意相信 就是那個考證是給出一個對的結果出來 那麼現在我們就知道呢 很有趣啊 這個是由中國科學院去公佈一個結果的 就是說原來在那個海水阻礙地球轉這個過程呢 就不是一個慢慢落的過程來的 就是你可能想著 哦十八十九二十幾天 就慢慢很均勻地一直拉長 那到今天就一日二十四個小時了 但是原來他們更加有趣就是發現了 原來中間地球是曾經經歷了一段時間呢 是應該有成十億年計的時間 總之二億年計的時間呢 就是撐住了一日十九個小時 就是說呢 開頭就是一路由十八十八點五一路落到十九 在十九到撐住了一段長長幾的時間 才再繼續落 就找到一個這樣的結果 那麼現在就是說 他們大家嘗試解釋了 為什麼有一件這樣的事呢 和那些地球當時的自轉公轉運動有什麼關係呢 和那個地球 即那個太陽給出來的潮值力 和這個月亮給出來的潮值力 會不會有一個特定的 他們用了一個字叫共振 就是有一個時期 是不是那個時期就剛巧得這麼巧 太陽給出來的潮值力效應 和月亮給出來的潮值力效應相等 就令到那個地球保持了一個比較穩定地 次轉速度不變的狀態呢 那麼大家就嘗試由這裡給的答案 今時今我們看到呢 那個潮值主要的力量是來自月亮 多於來自太陽的 對 我要再想清楚一點點 好像是 如果記錯我會再更正 就是現在那個地球給出來的潮值力 不是不是 月球給地球的潮值力 和這個太陽給地球的潮值力的效應不一定 但是過往是有一段時間會是溫暖的 但是我覺得最重要的結果就是 我們現在是嘗試 就是我們發現到就是說 地球那個轉動那個的變化 是有一些更加微細的pattern 是我們以往很快看到的 但是簡單說就是我們去量度時間 都是透過擺動的 是的 現在這個擺動 你可以就是說由潮值流下來的印記 就是一個這樣的擺動 來幫我們時間回每天其實有多少個小時 好 那我們今天就完成了四節的科學生資 但是還有一個科學回憶錄呢 大家千萬不要離開 是梁錦祥工作室Patreon 並立刻成為付費會員 守護自由言論 而我們在YouTube頻道上的每一支節目 都要麻煩大家記得按讚、分享、留言和按鐘仔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 謝謝大家